英国王室一年一度的Trooping the Color如约举行,这是一场为庆祝英国君主官方生日而举办的庆典,已经持续了260多年了。 不过今年也是有些不同的,因为这是查尔斯成为英国国王之后的第一场生日庆典。 大家好,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,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,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 我们接着往下看,70架不同类型的飞机进行了空中展示,也弥补了不久前的加冕礼上的遗憾。 当时因为天气原因,不仅腾空的飞机很少,就连飞机拉彩线的表演也没能进行。 在王室家庭的活动中,难免会出现一些小插曲,而这也是王室迷们喜闻乐见的。 这一次的主角有些出乎意料,发生在了苏妃王妃和夏洛特公主的身上,一位是已故女王最爱的儿媳妇,另一位是最像女王的曾孙辈。 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,观众们看到了现年八岁的夏洛特和她的叔婆的互动,尽管只有几秒钟的时间。 靠在阳台门上的夏洛特,似乎跟苏妃说了什么,进而被苏妃略显严厉地回应了,很多人认为从淳于解读出了苏妃当时说的事坐下,可能是觉得夏洛特太活跃了。 而电视转播镜头到这就切换了,至于祖孙二人在那之后还有怎样的对话,就不得而知了。 但也有人认为苏妃并没有呵斥夏洛特,同时还觉得这一幕很能体现出一家人的亲密, 爱丁堡公爵夫人似乎与可爱的夏洛特有着密切的联系。 当夏洛特站在阳台的窗口向外张望时,她的妈妈凯特王妃并不在身边,因为容生为了爱尔兰卫队的荣誉上校。 凯特当天需要坐在沙场中观看对猎行界,而不是站在阳台上和孩子们在一起。 已经升级为王后的卡米拉也是如此,她同样也是荣誉上校,拥有制弹兵卫队荣誉上校的头衔, 而这个头衔此前是属于安德鲁王子的。 婆媳二人并肩而坐,凯特的优美一态也被呈现得淋漓尽致。 社交媒体上对苏妃和夏洛特的互动议论纷纷,为此真正的淳语解读者也出面了。 一位名叫杰里米·弗里曼的淳语专家认为,苏妃并没有要求夏洛特坐下。 事实是,夏洛特问她的叔婆说苏妃,还要多久啊?苏妃回答说我想是时候了。 杰里米这样说道,当然尽管顶着淳语专家的名号,她的说法可能也不完全是准确的,真实的对话内容怕也只有苏妃和夏洛特才清楚了, 不过两个人都不会因此而对外发声的,何况他们可能转身就忘记了。 但不管怎么说,夏洛特和苏妃看上去还是挺熟络的,平时应该也是来往颇多的,就是家人的感觉,彼此都很放松。 当天,除了苏妃的淳语被解读了之外,威廉王子和长子乔治的对话也被分析了出来。 而这个真是毫无争议,尽显威廉对儿子的疼爱。 当乔治指着天空中的飞机说出型号的时候,威廉说,非常对,真是好孩子。 与此同时也能感觉出身为三个孩子的爸爸,威廉也是有些手忙脚乱的,回答完大儿子的话,又要应对小儿子,那边女儿似乎也有话要说,还真是挺不容易的。 在此期间,威廉是亲王还与夏洛特公主发生了一个让人感动的时刻。 照片中,我们看到威廉是亲王把手放在女儿的肩膀上,夏洛特公主紧紧地握住了父亲的手。 即使在其他照片中,威廉王子放开了女儿的肩膀,但夏洛特公主还是继续握着她的手指。 这个亲子时刻展现了威廉王子的柔情和温暖。 对于英国王室来说,Trooping the Colour庆典有着特殊的意义,因为它是为当前执政君主庆祝生日的第二个庆典。 尽管查尔斯国王的实际生日是在11月14日,但他也享有6月份的生日派对。 这个庆典不仅仅是为了庆祝生日,更是展示英国皇室的荣耀和庄严的场合。 但是在这个场合中,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英国皇室的荣耀,还有他们的亲情。 这些亲子时刻让我们看到他们正常人的一面,也让我们感到温馨和感动。 在这个充满压力和责任的家庭中,他们也需要亲情的支持和温暖。 这些亲子时刻让王室成员看起来更加亲近和可爱,也让我们更加喜爱他们。 在这个忙碌和充满挑战的世界中,这些亲子时刻提醒我们,家庭是最重要的。 而爱和温暖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 此外,五岁的路易王子穿着红色短裤,搭配深蓝色的西装外套,白衬衫和红色领带。 但皇室粉丝们非常细心,迅速指出哈里王子在1989年曾经穿过完全相同的服装。 当时,哈里王子也是五岁,陪同他的父亲查尔斯王子和哥哥威廉王子参加了, 在伦敦肯辛顿宫的局员举行的Beating Retreat军事仪式。 哈里王子当时留着婉状发型,穿着红色短裤,深蓝色西装外套,白红条纹衬衫,绿红领带以及蓝色鞋子和集西袜子。 虽然两个造型完全相同,但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, 这意味着路易王子并没有借用他叔叔的童年服装,这一次不是这样了。 回到2019年,路易王子首次登上阅兵式的阳台,他穿着与1986年哈里王子在同一场合穿的相同的白蓝色服装,当时哈里王子也是一岁。 巧合的是,安妮公主在照片中抱着年幼的哈里王子,而凯特则抱着路易王子,两人穿着相同色调的黄色衣服。 威廉王子和凯特经常给孩子们穿上旧的婴儿服装。 回到2015年,乔治王子一岁时,他穿着与他父亲威廉王子在1984年穿的相同的婴儿蓝色服装。 英国王储一家的孩子们在公众场合的时尚穿搭引发了热议,他们的服装选择不仅展示了皇室的传统和历史,还彰显了家族的凝聚力。 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无论穿什么都令人心动,他们的时尚风格无疑会继续吸引全球粉丝的目光。 反观卡米拉王后在查尔斯国王的首个生日阅兵庆典上,并没有表现出兴致勃勃,她的形色保持平静和理智,让民众猜不透她的想法,她睿智,有智慧。 在加冕礼后,她希望能够得到查尔斯国王和其他王室成员的赞同,她的前夫安德鲁与她的子嗣能够住进肯辛顿宫,这种想法没有得到查尔斯国王的支持。 这次查尔斯国王的阅兵庆典,如此壮观和隆重的庆典仪式,温莎家族全员出动,包括威尔士一家人,除了不断给王室抹黑的苏塞克斯公爵一家,当然她的儿子汤姆也未曾获得荣耀。 此前,卡米拉王后与查尔斯国王提出要求,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包括威尔士三宝都能够得以出席,但哈里王子的位置应该由汤姆顶替。 因此她的子嗣理应获得邀请,查尔斯国王却理智地拒绝。 查尔斯国王不顾身体健康抱病起码参加阅兵庆典,这是她新的里程碑的开始,卡米拉王后似乎有点闷闷不乐。 她的子嗣被阻拦在阅兵庆典之外,她非常遗憾与烦恼,威尔士一家人与同温沙家族成员其乐融融。 王室成员每个人都肩负着重大的责任,他们之间权利与个人之间有着对立与融合,有着对王室束缚的反叛和妥协,他们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和批评,从来都肩负沉重的压力。 卡米拉王后的个人精力尤为精彩,她从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婚外一步一步容灯王后之位,并成功策划子嗣的辉煌前程。 但这次卡米拉王后的希望落空,未来她的子嗣是否还有希望融入王室之中呢? 据外网消息称,其实在阅兵典礼前,老卡还命令凯特不能穿鲜艳衣服夺自己风头,但是凯特可不是任由婆婆拿捏的小媳妇。 凯特觉得你偏不让我穿,那我就偏要穿,你老卡能拿我怎么样吗? 所以,阅兵里当天,凯特以一身鲜艳的绿色套装出席,一时风头无两,狠狠碾压了老卡,还佩戴着戴安娜生前最喜欢的蓝宝石耳环,提醒着卡米拉是小三上位的精力,其实卡米拉脸都气垮了。 自从卡米拉成功上位后,一直在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劳好处,又是要求三世赏赐贵族头衔,又是要求平均分配王室珠宝首饰,巫婆的心思绝对是不简单啊。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,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,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